槟城八度毛今天凌晨传来灭门惨案 一家四口命丧枪口之下 最年幼的死者只有两岁 而嫌犯竟然是死者的亲人 凶徒是一名长期吸毒者 怀疑是在吸毒之后精神恍惚 却又要不到钱的情况下 举枪向至亲连开了十亿枪 导致继父亲生母亲弟弟和年仅两岁的职儿 当场中枪身亡 凶徒干难后逃离现场 槟城警方在大山脚发现了凶徒的车子 已经下令全程追捕这名头号危险人物 今天凌晨2点45分 十一响枪声毁掉了一家天伦 警方相信32岁的嫌犯庄俊华 当时向继父要钱买毒品被拒绝 加上刚刚吸毒之后精神恍惚 和家人争执之后 进而开枪杀死了全家 这起凶杀案发生在槟城 八度毛的一家载机场 四名死者分别是凶手五十岁的继父 图富春 五十五岁的母亲陈素沁 三十岁的弟弟张华栋 以及两岁的职儿 庄庭生 据了解 载机场老板 也就是凶土的继父 已经在当地营业十多年 后来认识了女死者 两人没有注册结婚 但是一家人住在载机场内 一个用货柜搭建而成的住家里 机场员工指出 嫌犯曾经多次和家人起冲突 由于事发时 载机场启动了大型机器作业 引擎发出的巨响掩盖了枪声 在场的员工都没有及时发现枪杀案 直到凌晨近三点到房间查看 财经绝四个人已经惨死 凶徒逃逸无踪 警方在案发现场 发现了11枚9毫米 半自动短枪的弹壳 显示凶徒当时向着家人 连开了11枪 警方在案发几个小时之后 在槟城大山脚 逼花园一带 发现了嫌犯开走的 丰田Hilux货车 但是凶徒已经不知所踪 附近的闭路电视画面显示 他在今天清晨5点 就离开了车子 暂时不清楚 他是否还在大山脚 一般相信凶徒还带有枪械 根据警方 凶徒还拥有三项的犯罪记录 包括纵火烧伤他人 磁蟹伤人 以及拥有冰毒 冰州警方正在全程追捕 这名头号危险人物 NDP7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